长期低迷不振的香港股市 本周二在创新低 不但有超过300只港股的股价创下最近52周的新低 恒生指数也再次跌回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共政府时的水平 另一众投资人唏嘘不已 星期二,12月5日,香港股市大盘继续下挫,成交量也继续萎缩 当日恒生指数收是再挫318点,收爆16327点,再创下全年新低 这个数据已经低于1997年7月1日的16365点 这世纪去年10月以后,恒指再一次跌回1997年的水平 也就是说,经过26年的起起落落,香港股市如今又回到了原点 具体来看,本周二,香港股市上淫富基金成交量最大,高达99亿,港元,夏同 但其股价下跌了2%,成交量第二名的腾讯,股价也下跌达2.5% 包括阿里巴巴,美团,平保,安踏在内的超过300只港股的股价,都创下了最近52周以来的新低 只有新能源车板块在连跌多日后,在周二率有反弹,其中比亚迪为升0.6% 小鹏汽车涨1.7%,未来,9866,升近2%,为理想仍跌1.3% 此外,中国A股的三大指数,本周二也齐齐下跌 其中,上证指数失守3000点关口,跌幅1.67%,深证指数跌幅1.97%,创业板指数跌幅1.98% 北向资金则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出现净流出,合计流失资金约为75.2亿元人民币 这个情况表明,当前中国股市上的外资流失依然严重 股市向来被视为经济的晴雨表 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,股票指数的涨跌情况 通常会比实体经济提前6至9个月反映出当地经济发展的趋势 统计数据显示,今年以来恒生指数累计已下跌约29% 反映出市场对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都很悲观 MSCI指数也显示,今年以来,截止11月底 港股累计下跌了19.7%,中国股市下跌了 12.9%,而中港股市均落后于全球大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台湾、日本、南韩及印度股市 今年的表现都很亮眼,分别上升了25.3%,19.4%,15.2%及14.1% 美股的道琼斯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也上升了9.4% 纳斯达克指数更升了37%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